大家好,Mr. Munso,今天會為大家講呢,就是 S5的Mastering Mathematics Exercise 15A Question 14, with the question Anthony is doing a quiz In how many ways can he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by while guessing If A, the quiz has five true or false questions OK,while guessing呢,就是說 蠻臟,或者中文叫蠻差啦,OK,就是亂按鼓啦 好了,我們先畫一幅圖 由於要答五條題目,其實我們會抽五次獎 大家在上課時都記得,我們學了一個Principal of Counting 主要是分三個技巧 第一個技巧就是樹圖同歸 即是說,如果要做一件事,我們有幾條路走過去 我們就叫樹圖同歸 另一件事就是我們說Double Counting問題 即是說,有兩個地方我們都會抽獎 但抽獎的時候,竟然有些會重複了 我們就會用這個Van Diagram去解決Double Counting問題 另一件事就是抽獎 我們就在兩個不同的採詞分別就要抽獎 我們試過用樹圖,或者用一個Table的形式解釋給大家聽 逢是抽兩次獎,我們就過兩關 抽三次獎,就過三關 我們也曾經玩過過關,就是六條MC怎麼猜 你每一次都有四個選擇的話,你就四抽一 六條MC就抽六次 每次你有四個可能 所以我們就過關,過關,過關,把四成為 現在True or False Question 每一次抽獎,就是兩個抽一個 即是五個二會相乘,過關就是乘 所以二的不像方, number of ways 就會是三十二 至於Part B The quiz has seven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with four options each 你要回答七條MC question 即是說,如果我們說是Wild Guest 成萬差的話 即是抽七次獎 你每一次都有四個選擇 對不對?抽完一局,就再一局 我們就叫過關,過關,過關又去吃 四個七相乘,即是四的七次方 答案就是16384 好,看看Part C The quiz has five choose four questions followed by seven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with four options each Part C 即是問有幾多個方法 可以答五條的true or false question 同時間又要答七條的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即是其實Part C 就是整條問題的總結 我們說,如果是胡亂撞 五條true or false question 我們就計算了 就會有三十二個方法 如果要答到七條 有四個選擇的mc question 我們胡亂撞 有多少方法呢 就有16384 現在我們既要答true or false question 同時間,我們又要答這個mc question 即是說,我們在採詞1 就搞定true or false 和在採詞2 搞定mc 由於同時間進行 既要搞定true or false question 同時間,又要搞定mc question 即是說,兩個採詞各自抽獎 抽完第一次,又要抽第二次 我們說,抽獎,抽完一個採詞 抽完一個採詞,抽完一個採詞 抽完一個採詞 就叫過關,過關就成了 根據我小電腦計算 就會是2的5次乘以4的7次 等於524288 OK,多謝大家,拜拜